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那么这两天我们跟大家分享有关新闻 关注新闻 通常都集中在一个话题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那么当然美国总统大选又会涉及到很多的话题 美国国内的话题 国际上的话题 那么我们知道礼拜一川普来了我们加州 那么川普来加州让我们看到 这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局势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知道加州是一个民主党的州 自从1980年代之后 民主党一直就控制了加州的参众两院 那么当时的所谓控制当然是指的是占有多数议席 但是我们知道民主党在90年代之后 慢慢就把加州参众两院的议席控制在三分之二以上 这对加州来说 修杰我个人认为是个灾难性的结果 因为民主党想在加州通过任何法律 他们因为有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议席 所以他们想通过就通过 共和党对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制约 所以加州就成了民主党的一个铁票舱 那么历来美国总统大选也好 或者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选举也好 共和党在加州可以说是节节派对 那么这次川普来加州 当然是为了视察加州的大火 我们知道整个西岸 包括我们加州以及俄罗岗州 现在大火还在烧 那么这种年年烧大火的情境 已经延续了很多年了 去年川普也有来加州 那么川普这次来加州 就是为了看加州大火 为了跟加州的州政府协调一下 怎么来应对加州的森林大火 那么我们从川普到加州 也可以看出 最近在2020总统大选投票之前 加州民众对共和党跟民主党 两党总统候选人的看法 是不是有所改变 首先我们说川普来加州 他的飞机降落的地方 有一千多人在欢迎他 值得提的是 这一千多人可不是媒体上所描述的 都是美国的白人才支持川普 在这一千多人当中 既有白人 也有墨西哥裔的 也有非洲裔的 甚至很多非洲裔的川普的支持者 还特意接受了电视台的访问 告诉大家 非洲裔的美国人 为什么会支持川普 这一千多人在机场欢迎川普 那么跟川普并没有什么互动 因为川普在加州匆匆忙忙 只有大概半天的时间 那么川普最近确实很忙 为什么很忙呢 因为川普昨天 有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川普在昨天 有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而这个重要的活动 不但对川普的选举 有重大的影响 对整个国际局势 也会发生重大的影响 川普在加州 当然要跟加州的官员 进行开会 或者是交谈 来商量一下 如何应对这个大火 那么如何应对大火 我们在这两天新闻当中 有跟大家讲过了 川普认为 加州为什么年年少大火 是因为加州对森林完全不管理 这个加州对森林完全不管理 有两个概念 一个概念就是 加州是一个奉行环保主义的州 认为所有的森林要保持原生态 所以这个森林怎么样生长 有多少的干枯的树叶 树木 或者是松果 掉在地上都不动 那么所以一旦有一个火星 这些干枯的树叶树木 就会燃起熊熊大火 并且加州的森林 没有任何防火带 大火一烧起来 就可以蔓延整片森林 那么令到消防员 束手无策 川普其实在一年前 就已经批评加州政府这个做法 并且川普特别提到说 其实美国联邦政府 每年给加州拨了几个亿 就是用于这个所谓的森林管理的 去年川普还说过 如果加州不拿这笔钱 来做这个森林管理的费用的话 那么联邦就要收回这笔钱 或者2020年就不拨给加州了 当时加州州长纽生 还跟川普在媒体上吵了一架 但是大家有没注意到 川普这次在加州又燃起大火时候 川普没有提联邦政府 要收回这个有关森林管理的联邦拨款 为什么呢 其实加州政府森林管理部门 已经跟联邦的部门签署了一个协定 要对加州的森林进行管理 加州政府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已经向联邦屈服了 那么虽然说联邦跟加州的森林管理部门 已经签署了协议 要对加州的森林进行管理 主要是要对一些森林进行砍伐 或者是有计划的放火烧掉 那么让这个森林有防火带 但是毕竟今年签署的协定 不会在今年生效 那么充其量最早会在明年生效 所以今年加州大火还是烧起来了 所以我们看川普这次来加州 一直批评加州的森林管理 没有做好 但是川普没有再说 我要把你那个拨款给收回去 因为加州政府已经知道 要做这个工作了 但是川普在跟加州政府官员 见面的时候 还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场面 比如说见面的时候 有一位加州政府的环保部部长 这位环保部部长很有意思 他像一个傻瓜一样 一直在跟川普上课 说加州森林大火 又是因为全球气候变暖 当时我们看到 川普脸上就露出了 十分轻蔑跟搞笑的表情 确实是 你如果今天还说 全球气候变暖 是加州森林大火的直接原因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 既然是全球气候变暖 为什么没有全球烧大火 只在加州发生 当然有人说 去年澳大利亚也发生了这个大火 但是我们说澳大利亚的大火 它的起火原因 跟加州的大火有不一样 但是这里边都有一个背景 就是澳大利亚 因为地广人稀 澳大利亚也没有对 起火的这些森林进行任何管理 所以大火一旦烧起来 就一发不可收拾 其实澳大利亚 基本上几十年 就要发生一起这样森林大火 我们说为什么 我们看一些国家的森林大火 都是几十年一遇呢 首先它跟加州一样 对森林不做管理 第二 因为不做管理 令到森林当中 堆积了很多干枯的树枝树叶 所以才会容易燃起大火 那么这个例子 我们在节目里面 也多次跟大家讲 里根图书馆 为什么在去年 它离这个火场很近 没有被大火烧掉呢 就是200只山羊 帮了它的大忙 这些山羊把杂草都吃光了 大火燃起来的时候 因为没有杂草助燃 所以这个火势 就没有蔓延到里根图书馆 今年里根图书馆加码了 请了500多只羊来吃草 那么更加干净的清除了杂草 所以相信今年的大火 也不影响里根图书馆 我们从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到 其实加州森林大火 我们先不说起火原因 到底是因为雷电呢 还是电线短路呢 或者是有人为的纵火 你只要对森林有管理 哪怕有大火的话 它烧的只是某一片森林 有防火带会让这些火 被有效的约束在这一片森林当中 不会蔓延到其他地方去 加州没有做的恰恰就是 没有任何森林防火带 所以才烧起来一发不可收拾 而这位加州的环保部长 在跟川普见面的时候 还以为川普什么都不懂 川普是个小学生 还跟川普上课说 全球气候变暖了 所以我们加州大火 川普脸上就露出了轻蔑的微笑 川普怎么回答这位 加州政府的环保部长呢 川普说天气会变凉的 你看吧 天气肯定会变凉的 川普讲这句话说 肯定是在调侃 这位加州的环保部长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在是秋天 再过一个月 大不了再过一个半月 气温肯定会下降了 气温下降 加州的大火就不会燃烧了吗 当然会燃烧 加州的大火 只有到了每年的大概12月 我们加州的雨季的时候 我们才很少听到 有加州森林大火这样的新闻 所以川普当时 在跟加州官员会谈的时候 我们又看到了 川普令人讨厌的一面 川普这个人喜欢调侃别人 我们经常说的口无遮拦 爱说话 那么在这样的场合 对加州的官员 用这样的表情 这样的口吻 当然是对加州的官员的不尊重 不过这位加州的官员也是 你明知道森林大火 川普有不同的看法 跟你不同的看法 在这种讨论 如何面对森林大火 这个策略问题上 你还跟川普 像对小学生一样上课 你当然会引起川普的亲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讲 其他的新闻 好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节我们讲 川普来到加州 视察加州的大火 在跟加州政府官员 见面的时候 加州那位环境保护部部长 居然给川普上起了课 说加州为什么森林大火 因为全球气候变暖了 当时川普脸上的笑容 有点像什么 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 在班里面 有一个同学很聪明 他看到另外一个很笨的同学 讲一些蠢话的时候 脸上就露出那种嘲笑 对方的笑容 川普当时的笑容 就是这样 作为一个美国总统 这样实在不好 因为嘲笑一个政府的官员 特别在一个公开场合 这样让媒体捕捉到这个画面 这就是川普 为什么经常被别人诟病的一个原因 川普嘴巴爱讲话 并且经常喜欢针对别人的一些缺点 来批评别人 那么这些缺点 有些是在政见上的不同 有一些是个人身上缺点 加州这位环保官员 确实把川普当成一个小学生 去给他上课 说什么全球气候变暖 是有点太幼稚 但是川普也不应该在那个场合露出这种表情 并且川普还说 你等着吧 天气会变凉的 这种总统的言行 肯定会被批评成 你在这个场合不够严肃 并且你对这位加州的环保官员不够尊重 但是我们反过来说 如果作为一个加州的环保官员 你明知道加州起火是怎么回事 如果加州起火只是因为全球气候变暖的话 那么请问加州政府 今年为什么要跟联邦政府签订了一个协议 要对加州的森林进行管理呢 其实加州的官员都明白 加州为什么年年森林烧大火 就是你们对森林没有任何管理 我们刚讲了 森林管理一个层面就是要对森林的一些干固的树木进行清理 要在森林隔开防火带 令到这个森林一旦起火的时候 大火不至于无限度的蔓延 还有一个就是对民众的教育 我们在加州生活 我们什么时候听到政府会花资源 告诉在加州的居民说 你们在森林的时候应该如何防火 或者在这个加州森林当中 什么事应该做 什么事不应该做 比如说这是我们南加州的大火 就是因为开个party 在这个森林当中放这个焰火 导致了这个焰火烧着了这个干枯的野草 然后这个大火就一发不可收拾 今天我们南加州的三毛大火还在燃烧 我们居住的很多华人城市都要被迫撤离 就是这些民众对所谓的在森林防火 完全没有任何概念 居然在森林当中去放焰火 所以才造成了这场大火 这难道不是加州对森林管理 完全不做任何工作的一个表现吗 你还要去讲什么全球气候变暖 很简单 全球气候变暖 为什么全球没有烧大火 全美国这么多州 有很多州的森林覆盖 都比这个加州要更加宽广 但是为什么这些州不烧大火 只有我们加州年年在烧呢 哪怕是俄罗岗州今年烧的很厉害 但是去年前年俄罗岗州的大火 也没有这么厉害 所以我们加州是森林大火的一个 可以说特别严重的一个重灾区 那么既然总统来了 而政府的官员又都在 为什么不可以大家探讨一下 如何有效的防止森林大火 再讲什么全球气候变暖 难道我们要花25年的时间 不用汽油不用天然气 加州就不烧大火了吗 请问在森林当中 那些干枯掉的树叶树枝 如果再遇到火星的话 会因为我们不用汽油不用天然气 他们就不着火吗 所以这些政府官员 他们的虚伪是确实令到 我们选民非常的反感 当然也令到川普非常反感 只不过我们选民可以用 这种轻蔑的表情对待他们 而总统在公开场合 这样做就有点不太符合 这个政治正确了 川普已经跟加州的官员见外面了 已经回到了华盛顿 因为在华盛顿 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 那么我们讲到川普喜欢爱说话 最近我们也知道 那个华盛顿邮报自身记者 伍华德那本书 也给川普带来了一些小小的麻烦 为什么说小小的麻烦呢 因为现在有关于攻击川普的书 已经太多了 我们过去知道的 白宫一些离任的官员 包括前国家顾问博尔顿 包括川普的子女等等 都出版过一些专门批评川普的书 这些书一开始 当第一个离开白宫的官员 写这种书的时候 会引起非常大的轰动 大家以为在这本书里面 突然看到了川普很多负面的秘密 但是慢慢这些书出版之后 大家经过阅读 经过思考 发现书里面描写的川普 真是十分十分的糟糕 但是怎么样来证明这些描述 都是事实呢 慢慢大家发现 这些书里所描述的 发生过的事情 大部分没有办法证明 所以大家慢慢看这些书 也变成了看热闹 那么所以现在 如果再有一个人出版批评川普的书 大家已经很习惯了 那么包括这次华盛顿邮报 这位资深记者伍华德 伍华德头上是有光环的 因为当年 他参与了揭发水门事件的新闻报道 所以伍华德在新闻界 可以说举足轻重 但是伍华德写的这本书 真是在美国社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 一个方面伍华德这本书 确实是跟川普多次的谈话 那么有些内容 是有电话录音为证的 但是这些谈话当中的一些内容 你从哪个角度来看 那么可能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观感跟不同的结论 比如说伍华德在书里面说 川普告诉他 他刻意的淡化美国的疫情 反川普的人根据这句话 就可以演绎出这样的结果 因为川普淡化了美国的疫情 所以导致了美国疫情严重 导致了美国这么多人 感染新冠肺炎死亡 但是我们如果客观看待 伍华德这个描述 我们可以看到 他后面还有一句话 川普说 我刻意淡化疫情 是不想在美国公众当中 引起恐慌 那么这句话就涉及到 一个动机 跟一个结局的问题 川普说淡化这个疫情 他怎么淡化呢 他告诉美国民众说 不要恐慌 我们会有办法来对付这个疫情 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川普确实在公开场合 有讲过这样话 甚至川普说 你就把这个疫情看成一个大感冒 那么但是我们知道 川普这个说法 他的目的是为了让美国人民不要恐慌 但是川普讲完这番话之后 美国的抗疫工作有没有停止呢 美国有没有在抗疫工作上 有什么疏忽呢 我们过去看到 在美国抗疫工作当中 从政府为这个医院去找呼吸机 为医院去找这个医疗的资源 还有让美国的海军的这个救护船 来帮助纽约跟这个洛杉矶 来预备有更多的人感染 万一这个医院出现这个不堪负荷的时候 这些医疗设施可以帮助地方的医院 等等这些措施啊 说明川普虽然说大家不要恐慌 但是在抗疫这个动作上 川普并没有放松 所以现在美国既不缺呼吸机 也不缺床位 也不缺这个负压病房 那么所以不同的人看待这个 伍华德这番描述 会有不同的结论跟角度 有人认为正是因为川普告诉民众说 不要恐慌 所以导致了疫情的这个大爆发 但是啊 这个结论必须要有证据来支撑 因为川普讲了一句话 所以导致了美国疫情大爆发 而不是这个新生的传染病 因为我们对他认识不足 所以导致我们在抗疫过程当中啊 有一些办法并不一定有效的 制止传染病的流行 反正不同的人看待这个问题啊 会有不同的角度 得出不同的结论 但是啊 在伍华德这本书里面 有很多描述啊 也很有意思 比如说川普曾经到南韩去访问 本来川普到南韩访问啊 有一个行程是要到这个板门店 就是三八线去进行视察 那个时候啊 他跟金正恩还没有进行会谈 所以川普第一次访问韩国的时候 本来他有个行程是要到三八线 那么这个行程啊 是有点危险的 那么后来因为天气的原因 因为直升飞机不能飞 所以川普取消这个行程 而在伍华德这本书里面啊 他也描述了这件事 川普在这个南韩访问的时候 准备去三八线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呢 伍华德这本书里面记载说 川普觉得去三八线 去板门店是很危险的 他很可能一去不回还 那么所以他在跟他的夫人 梅兰尼亚告别的时候 还特别拥抱跟亲吻的梅兰尼亚 他说我有可能回不来 伍华德这个描述啊 让我们得出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一个美国总统 一个美国三军总司令 明知道他去板门店视察是有危险的 但是他还是坚定的去了 因为总统如果到三八线去访问 对驻扎战里的军队 对驻扎在南韩的美军 肯定是一个鼓舞 也会令到这个三八线以北的 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知道 美国总统川普对北朝鲜的核问题 是十分重视的 因为到三八线本身这个动作 就具有象征意义 所以伍华德资本书里面 这一段描写啊 似乎在给川普贴金 告诉美国人民说 川普是一个不怕危险的人 哪怕他知道去三八线有危险 他甚至吻别了自己的妇人 也要去冒这个险 当然最终因为天气的问题没有去成 所以伍华德这本书里面 有很多描述 我们应该说是确实 他跟川普交谈过程当中的记录 所以秀杰说啊 川普这个人是个大嘴巴 川普这个人爱说话 这个缺点啊 令川普可能忘记了一件事 伍华德是什么人 他是华盛顿邮报 对你最敌视媒体的一个资深记者 你怎么可能会给他讲这么多的 你自己的内幕呢 当然伍华德这本书里面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描写 那么这个描写呢 最近也引起了大家的猜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看看 伍华德这本书里面还写了什么 好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一节我们讲到了伍华德那本书 伍华德啊 是华盛顿邮报的资深记者 也是街发水门事件的这个记者之一 很奇怪的是啊 川普很愿意跟伍华德这个聊天 那么把很多一些内幕啊 就告诉了伍华德 伍华德甚至把他跟川普一些聊天啊 录了音 所以现在出了一本书 在美国大选之前出来 当然华盛顿邮报是敌视川普的 伍华德当然也希望 在这个美国大选之前呢 出这本书 让川普在美国人的印象当中更加负面 伍华德这本书里面描述了 川普很多的事情 包括我们上一节讲的 他去这个板门店之前呢 就是他第一次访问南韩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跟北朝鲜的领导人 金正恩见面 他去板门店啊 是有一定风险的 因为如果这个时候 北朝鲜突然对板门店 发生这个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的话 川普所乘坐的直升机 或者川普到达现场的时候 很可能会有危险 所以川普出门之前啊 还特别吻别了他的夫人梅兰尼亚 因为他觉得很有可能他回不来 川普无论是作秀 还是真是有危险 这是另外回事 但是啊 伍华德这本书里面讲到这个军事对峙 还有一个秘密 就是川普告诉伍华德说 美国有秘密的先进武器 中国跟俄罗斯都不知道 这个描述啊 就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 我们知道现在美中两国的关系 越来越对立 那么美国跟俄国 本来就是两个对峙了多年的军事大国 在前苏联时期啊 全世界就是美苏的争霸 那么虽然现在美中之间有很多矛盾 美中之间的这个外交危机啊 也不断的升级 但是俄罗斯对美国还是有军事威胁的 那么所以川普这个告诉伍华德说 美国有先进的秘密武器 俄罗斯跟中国都不知道 那么这两天很多人就在猜测 川普所说的这个先进武器是什么呢 有些人说啊 是什么这个超音速的导弹啊 有人说是这个什么F35的战机啊 那么伍华德这个描述出来之后啊 这个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一个所谓的核专家 就站出来说了 他说川普说这个武器是什么呢 这个武器叫做W76-2的一种导弹 这种导弹呢 是美国一种核武器 那么这位所谓的核专家叫詹姆斯阿克顿 阿克顿说这种武器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美国早就有了 这种武器在奥巴马年代啊 这个奥巴马就曾经打算把这个武器给废掉 而拜登啊 也暗示说他如果当选为美国总统 他也会把这种武器给废掉 川普把这个所谓的W76-2这种核武器啊 当做一个别人不知道的武器 实在是太无知了 我们说川普告诉伍华德说 美国有这个先进的秘密武器 俄罗斯跟中国都不知道 那么如果连这个俄罗斯跟中国都不知道的秘密武器 居然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里边 一个自称核专家的詹姆斯阿克顿 他说他知道 大家觉得这可信吗 其实啊 讲到美国的秘密武器 那么我们不妨回顾一下 美国这个军事工业发展啊 在历史阶段有什么为人不知道东西 我想大家最清楚的就是这个原子弹 当时在二战的时候啊 美国因为对日本投放了两个原子弹 令到日本向盟国投降 结束了战争啊 根据这个当时的美国政府推测啊 如果美国不是因为有这两颗原子弹 如果美国要靠自己当时的这个 海军陆战队或者是陆军去攻克日本的话 美国最少还要牺牲两百万人 所以这两颗原子弹 挽救了两百万个美军士兵的这个生命 那么当然这个数字 美国政府有没有夸大 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啊 这两颗原子弹造成了日本的平民大量死亡 到现在这两颗原子弹应不应该放还是一个争议的话题 无论什么说 原子弹就是当时在二战的时候 美国的一个秘密武器 而这个秘密武器啊 当时不要说日本连俄罗斯 以及美国的很多盟国都不知道 那么当然后来 俄罗斯通过他们潜伏在美国政府的间谍 了解了这个原子弹 所以当时美国总统把这个秘密武器的消息 告诉前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的时候啊 美国总统本来以为斯大林会大吃一惊 斯大林面部表情十分平静 说我们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美国政府里边有苏联的间谍 那么二战结束之后啊 美国又拥有什么秘密的武器 是别人不知道的呢 这叫讲到第一次海湾战争 我们知道啊 第一次海湾战争是因为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 所以呢影响了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 所以美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这个战争 这是第一次海湾战争 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啊 那时候休杰还在当记者 并且休杰是军事记者 所以对于这些军事新闻呢 我一般都比较注意 当时啊整个中国的这个军事界 以及中国的媒体啊 都在看美国如何进攻伊拉克 因为那个时候啊 离这个越战结束已经二十几年的时间了 那么这次美军要如何进攻伊拉克呢 大家都在关注美国如何在伊拉克登陆 美国的空军如何轰炸伊拉克 战争一开打 美国的这个作战的方法 令到全世界都大吃一惊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使用了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 对伊拉克进行了精准的军事打击 这种作战方式啊 可以说在全世界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专家 看过这样的战争 所以当时美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 是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种秘密武器 中国不知道 俄罗斯不知道 伊拉克也不知道 所以今天川普如果说 美国拥有秘密的先进武器 俄罗斯跟中国都不知道 我们相信呢 美国确实拥有这样的武器 而不是那位詹姆斯阿克顿所说的 什么W76-2这种 十年前就美国已经拥有的武器 但是问题是川普这个人 在跟这个伍华德的交谈当中 为什么总是要把这些敏感的话题 告诉这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呢 这就是川普为什么在他这个进入政坛以来 一直受攻击受批评的重要原因 爱讲话 口不择言 一些不该说的话 经常会从川普的口里面说出来 所以川普应该说 从一个政治人物的角度 他确实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毛病 因为他本身就是个政治素人 他根本就不知道在政坛应该怎么样混 才会保全自己 那么这样一个政治素人 是不是确实不太适合当美国总统呢 其实啊 适不适合当美国总统 我们要从多个方面看 川普确实嘴巴爱讲话 有很多毛病 但是啊 川普在当总统的四年 他的内政跟外交到底显示 川普是不是一个合适的美国总统呢 我们看待这个问题啊 我们不妨来看看 最近川普在外交方面的所作所为 到底给美国增加了影响力 还是令到美国的影响力不断下降 我们知道现在川普在全世界 搞了很多个联盟 这些联盟啊 对美国的国际地位 对美中之间的竞争 对美俄之间的竞争 是起着关键的作用 并且啊 对未来也会产生生严的作用的 那么美国总统川普 现在在全世界建构了几个联盟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一下这些联盟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那么今天我们聊的还是跟美国选举相关的话题 讲到美国的选举啊 我们都会经常讨论一个话题 川普到底是不是一个合适的美国总统呢 因为现在民主党攻击川普啊 都引述了很多旁证啊 引述了很多资料啊 引述了很多名人说 川普不是一个合适当美国总统的人 这是民主党人现在攻击川普经常讲的一句话 那么川普到底适不适合当美国总统呢 其实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啊 休息一下我个人认为 我们应该看川普的内政跟外交 内政我们过去讲了很多了 今天我们来看看川普当总统这四年呢 美国的外交方面有什么变化 我个人认为啊 这几年川普在外交方面 我们现在慢慢很清晰的看到 川普在全世界正在组建几个联盟 这些联盟是以美国为核心 然后团结一些国家对抗美国的竞争对手 比如说美中之间的对抗 川普就组建了几个联盟 那么美俄之间的对抗也有几个联盟 那么这些联盟啊 有些是过去就有的 有些是新建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 美国现在在国际的整个战略格局上 有几个联盟 第一个联盟当然就是本来就有了北约 北约这个联盟建立在冷战时期 那么它的历史非常长 但是啊 北约今天内部啊已经矛盾重生 特别是德国跟法国 现在已经十分不耐烦 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 美国在欧洲的这个领导地位 所以北约现在表面上看是一个联盟 但是这个联盟啊 已经十分松散了 那么我们也看到川普 我们过去跟大家讲的美国从德国撤军啊 把这个军事基地搬到波兰啊 然后要求各国要增加他们的军事开支啊等等 其实川普在重新组建这个联盟 要把这个联盟进行改造 要让美国在这个联盟里边的领导力 不被德国跟法国所取代 我们讲过了 法国其实在北约建立没多久啊 就脱离了北约 因为法国这个国家 它的历史跟传统决定了 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左派的国家 所以它对美国在欧洲的领导力一向就不满 从戴高乐当总统时期就开始不满 后来法国为什么又重新加入北约呢 一个是他们在国际竞争当中的需要 那么再有一个 法国也看到德国的崛起 可以令到他跟德国两个联合 把美国的势力逐出欧洲的范围之内 那么所以川普上任之后 要着力对这个北约进行改造 那么这个改造到目前为止啊 还没有成功 在没有成功的情况下 川普又组建了新的联盟 比如说川普在东亚跟日本啊 澳大利亚 以及东盟以及印度开始组建一个 对抗中国的联盟 这个联盟啊已经逐渐形成了 那么但是除了这个联盟之外 川普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联盟 就是在中东 我们知道川普之前啊 提过要在中东建一个中东版的北约 那么川普的中东和平计划路线图啊 就推出来之后就被很多人批评 批评的这个原因 倒不是因为这个中东和平计划 政治不正确 而是啊民主党认为 川普的所谓这个中东和平计划 就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川普这个中东和平计划的第一步 居然就是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久的首都 整个耶路撒冷都是以色列的 而耶路撒冷啊 其实本来在联合国的框架之下 是分成东西两层 那么以色列跟巴拉斯坦呢 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里面是共有的 但是川普认为耶路撒冷 就是以色列永久的首都 所以川普这个动作啊 在中东引起了新的争议的话题 所以民主党人认为啊 川普这个所谓的中东和平计划路线图 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并且川普因为承认 以色列的首都是耶路撒冷 并且把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馆 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 会导致在中东 有更多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矛盾 会在这个地区啊 造成更大的动荡 而现实是什么呢 节目一开始啊 我们说川普到加州的视察 匆匆忙忙 为什么呢 因为在华盛顿有更重要的事情 他要做 就是在昨天 川普主持了以色列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以色列跟巴林 这两个国家之间关系正常化签署的仪式 以色列跟巴林跟阿联酋 这两个国家签订和平协议 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啊 这个外交成果 可以说在中东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这个震动的效果在哪里呢 就是这些国家 一旦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 变成正常的外交关系的话 以后整个中东的局势将会改变 为什么休洁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我们要得出这个结论呢 我们必须要看看 中东过去是个什么状态 我们知道以色列建国之后 曾经经历了六次中东战争 六次中东战争的这个交战 双方是谁呢 一方是一个国家 就是以色列 另外一方啊 就是一堆阿拉伯国家 虽然这六次中东战争啊 都以以色列获胜为这个战争的结局 但是以色列从此 跟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的这个矛盾啊 越来越深 再加上这个巴勒斯坦问题 再加上以色列在六次中东战争当中 所占领的一些领土的问题啊 令到以色列跟周边的阿拉伯国家 一直处在一个关系非常紧张的状态 到目前为止啊 在整个中东地区 只有两个国家 跟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 一个是埃及 一个是约旦 我们知道埃及啊 虽然也是个穆斯林国家 但是它是非洲的一个国家 它在中东啊 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毕竟海湾国家 对这个埃及的影响力 是不太在意的 所以以色列跟海湾国家的关系 就成了中东地区 是否有和平局面的一个关键 那么因为伊朗发生了 伊斯兰革命之后 伊朗从一个世俗的国家 变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所以伊朗又成了这个地区 对抗以色列的主要力量 再加上以色列跟叙利亚的矛盾等等 这些国家的矛盾综合起来 就令到中东 成了一个世界的火药库 而这个世界的火药库 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副结果 这个副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恐怖主义在中东兴起 我们知道911是谁发动的 就是阿盖达发动的 阿盖达正是因为当年 美国支持阿富汗对抗 前苏联的入侵所扶持的 一个地方武装 而这个地方武装 因为奉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所以等苏联解体 苏军撤出了阿富汗之后 阿盖达组织很快就把他们 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美国 那么因为这种恐怖力量 兴起对美国的战略安全 跟国家安全就造成了重大的伤害 我们知道除了911 美国受到了恐怖袭击之外 后来兴起的伊斯兰国 也在世界各地发动恐怖袭击 并且很多美国人 被伊斯兰恐怖组织杀害 那么美国被迫就要投入了 中东的反恐战争 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 不但付出了很多人命伤亡 几千美军在那里阵亡 而更重要的是 美国在中东放了8万亿美金 去进行反恐战争 而这个反恐战争 虽然令美国在这个地区 有效的遏止了恐怖主义的支撑 但是中东没有达至一个 和平局面的话 这个地区以后还会支撑 新的恐怖主义 那么现在川普主导之下 以色列跟这个巴林 还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 建立外交关系 这对美国的外交政策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又如何影响2020美国总统大选呢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 再见